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8日 星期四 也要先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這一段影片嚴格上 不是收視拍的 是兩點多鐘左右拍定 因為今天是比較多節目 接著打號的時間 所以趁有時間先錄了 但在這一段時間 A股曾經跌穿過2500點 這個情況 我想令大家頗失望 因為A股差的時間 我們的港股一定是沒有人走 今天也有出現這個狀況 不過A股方面 昨天就放假 昨天的A股可以彈 但如果大家再留意 就是 美股前晚的時間 彈了500多點上來 如果A股昨天 也彈了10多點上來 也反映到 市場很弱 真的很弱 因為內地 其實有很多情況 我自己觀察 它很明顯是 將重點 已經不再放在股市身上 股市 反過來 它可能覺得這一段時間 就有 就是 一些比較好的公司 像你賣樓台那些 它又不會死 它雖然可能會跌 但問題是 它跌的有個譜 但相反 一些 基本面 又不太行 甚至有很多股權質額 那些 你也可以說 遇上去都 不太行 那些 就有去死了就算了 我覺得現在 內地的情況 正在做 總之 是好的 強者 留下 弱者 有去死也好 你可以當作過程 因為 大家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現在 有一種做法 是說 假設 你的股價 跌了一元 好像不知道幾天的話 平均來說 跌穿了一元 幾天的話 就要退市 之前有一種叫中雲 那種已經低了一元 好像多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被譽為借 應該是第一種 要退市的股份 今天 又多另一種 我相信 這些股份 都會越來越多 變相對於 股票市場來說 你可以說 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投資者拿著 你去退市的話 就血本無歸 對不對 變相 亦都這樣說 可能有些情況 就是 你的基金 或者是沒有錢 你怎樣 你可能是要起 其他股份身上 沽貨 拿錢 這樣做法 所以整個A股 現在是難搞的 而且都再次再次 證實了 沒有這個 沒有國家隊的 眷顧 A股 就搞不定 這個其實挺悲哀的 畢然都是要靠 國家隊的實力 去托市 沒有就不行了 那為什麼 你說 剛剛的維交 好像不想來市 因為現在 表明 究竟是先行 現在很明顯 他真的有錢的話 都寧願怎樣 搞到企業 至少那些公司 至少可以安延度過這段 最困難的時間 所以 A股市場 你預算了 真的不行 真的 不能玩 所以連帶之下 港股這邊 也很糟糕 因為 我們的港股 也不斷強調 跟著A股 跟著人民幣 你兩者都不行的時間 你的港股 好幾多個譜 其實也挺 無奈的 因為你看看 美股那邊 過去這兩天的時間 雖然 昨晚 如果大家看他開市 開市早段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 都覺得 挺驚訝的 跌回到300點 前前後 過去這兩天的時間 基本上 升就升到500 跌回到39 你可能會覺得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問題就是 看回美國的行程 到現在 這一刻為止 仍然很強 因為你選一條數 昨晚回到 其實很可愛 昨晚先跌了300多 然後曾經倒升過 轉頭 再再跌下去 即是出現這些現象 反映一下 那邊的企業盈利 其實是挺厲害的 因為 在一眾公司裡 你看到 大部份 是對版的 反而 我們現在 中港兩地的 一些公司 大家怕什麼呢 就是怕你那個 公司 企業的盈利 是倒退的 是怕這一樣 或者它的增速 開始放緩 但是看回 美股這一段的時間 其實是看不到這個現象 有個別來說 例如說 Netflix 甚至乎 它那個上下的數字 美國也好 環球也好 都是很厲害 這些 為何它的股價 可以說 一日之間 可能升一成幾 甚至乎 買單價也升5 甚至5% 是有它的一些 背後的原因 因為它的業息 真的強 但相比之下 你好像 IBM 今晚的業息 是差的 那麼 它的價格就對 所以昨天 你會看到 現象 為何 Dow Jones 的跌幅 是多 你看到NASDAQ 和S&P 沒什麼跌 原因就是 因為IBM 在Dow 裡面 都可以比較大 大值 大值 它的7.6% 7.6% 都可以拉到 道指 是這個原因 所以 今晚 今晚 其實我覺得 道指都不會點益 所以 現在 整個格局 可以反映 就是 外面 都可能會比較強 但是 相比之下 港股 我們說 內地方面 都依然是偏弱 而這個格局 這個情況 哪怕 真的比較難去改變 是的 當然 都可以再說多一點 因為 美國方面 即今晚的時間 就沒有說 將中國 以為這個叫做 匯率操控國 這件事情 我也跟大家之前 有預計過 都很正常 因為 其實 如果純粹說 貶值 而做這個動作的話 環球市場裡面 大多個國家 都還有這件事情 就是出現象 而這個現象 它本身就是 美元比較強 才會這樣 所以這個 不會構成什麼 特別的原因 但是反而 反而 我剛剛 因為星期六的時間 有一個 剛剛 在金主桌的時候 找了很多 關於 可能你說 特朗普 那些文網的支持度 其實 都真的 差一點 很多文章 都好像是 覺得 文網開始 轉差 甚至在一些 軍人裡面 都是差的 軍人差 那個因素 我相信 就是之前的時間 他不尊重 麥凱恩 就是 麥庭有些關係 不過你說 可能現在 很多時候 處理一些 不同的 政治事件 可能 敏感度也好 甚至乎 處理的事情 有點不太好 所以 才出現了 這個狀況 不過 對於中期選舉 應該影響 就不是很大 因為 按道理 參議院 就是共和黨 不會怎麼輸 對 所以 不過 這些事件 大家要密切留意 因為 在幕後的時間 仍然有機會 會發酵 而今晚 美股也有公司出業職 就是美女 對 即美國女業 有些啟示性 大家都可以 多看幾間 因為 我的印象中 好像上一兩次的時間 業職出來 好像是一般般 然後 中國女業 2600 也有些比較大的震盪 這個大家也可以 留意一下 OK 然後 又再多說一些 板塊 因為今天來說 其實很多板塊 都是一般般的 那麼 基建板塊 先吧 基建我原先 看得樂觀一點 因為 視乎你說內地方面 都要加大基建的力度去做 不過 又是有些有趣的 現在說中鐵總 可能自己 自己 都會去鏡頭 一些鐵道的項目 即是 變相是甚麼呢 變相就是 可能批准那個 即批准的 那些項目出來的 又是你 接回來做的 可能也是他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三大的 叫做一些基建公司 可能真的不夠爭 那這下 為何股價跌得那麼厲害呢 今天的時間 就有這些原因 但是 最終再次反映 就是 似乎現在 即是內地的政策 即是之前 又好像說 要 國退民進 但好像 現在看上去 也真的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 也是 難搞的 真的 很難搞 也回答一下 一些大家的問題 有朋友 有朋友 四三五的 但這隻 我覺得我要花些時間去研究一下 因為 我沒有特別去 因為這隻是太陽產業 陽光產業 好像是痕跡那一隻 但我這次沒有特別去研究它 所以 你給我一點時間 先去 這兩天 看一看 可能 最快明天回答你 如果明天回答不到的話 可能我下星期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會記得 另外 有朋友好像質疑我 我說 沒有申報 騰訊 然後說自己有 等下又持有 我一直都持有 我都沒有減持過 對 簡單回答這個問題 就算了 然後 最後 有朋友問回 還是要問她的走勢 沒有的 我也是 拿出去 就是這樣 那個建議也是這樣 因為 現在你沒有辦法 好像今天的時間 有些文章 就是內地方面 有一篇心牙四的文章 又是說好像 批評這些遊戲 它就是說 他們什麼 混淆歷史 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第一次 你看回他們 過去的一段時間 都暫時 有些文章出現過 但是 如果你問我 怎麼看這些文章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說 一些歷史的東西 沒有混淆歷史 要給一些 青少年 一些 一些很正統的歷史 其實西樓紀的 就應該全部禁止了 因為西樓記 你每個人都會輸不空出來 那輸不空 你去農村也輸不空 所以我會覺得 這些又要看你怎樣去解讀 不過 通常是這樣的 一層白踩 都是會出現現象的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沒有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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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考慮一下 分不去買 不過 現時放來算 還是要小心一點 比較好一點 其實今天 因為 沒有太多特別的事情 我 暫時到這段落 不過 大家 都有一句 雜思廣益 我見有位朋友 都回答我 對內地的市場 或者內地的發展 有些看法 我也認同 不過 我不會回應 但是 少可以說 A股好 或者現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 內地的股市好 我們不會怎樣測 但是它一失去 我們就沒有人走 現在這一刻 你問我自己來說 我是有點不服氣的 因為 我覺得 其實兩個市場 不過現在 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所以就 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 大家有些股票的問題 都可以再隨時留言給我的 我也會和大家 一起 並肩作戰 好嗎 對 今天就先說了 拜拜